好 下一个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最被高估了的 别人都觉得很重要 但是你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是勤劳吧 你好 欢迎收听Markas旗下的播客节目 请回答普鲁斯特 我是利马克 请回答普鲁斯特是一档诚实问答型podcast 每一期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来到节目里 回答普鲁斯特问卷里的35个问题 通过这样的回答 让我们来听听不同的人对自己 对生活和对世界的理解 同时通过他人的回答 也可以让我们反观自己 加深对自己的理解 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到的回答者是王芝 王芝此前是一名创业者 现在在家互联网公司 担任市场商务合作负责人 这一期就和我一起来听一下 王芝的普鲁斯特文卷答案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王芝 刚才我们也熟悉过这个节目的机制了 所以你选择hard模式还是easy模式 我先选hard模式吧 ok好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第一个问题 你目前一段时期的心境是怎么样的 我半年前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 然后这半年努力的 就从一月份到现在吧 希望自己努力的处于一种 在森林里 然后我坐在独木舟上 在飘在水面上 享受空气阳光和水的这种感觉 那意思就是从紧张会转变到一个 比较稍微放松一点的状态 对 但是也是 就是虽然放松 但是仍然是在汲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努力的再朝这个方向发展 并且目前还挺顺利的 ok 好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 或者幸福是怎样的 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说 我有一个很想要做的事情 很清晰的目标 然后我非常努力的达到了很好的结果 我会因为这个成就而感觉到非常快乐 对 好的第三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身上最显著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我其实不是特别确定的知道性格特点到底在描述什么 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 我应激性的回答可能是说我会特别希望能够帮助到身边的人 然后我也会非常希望能够给身边的人带来能量 所以可能我的很明显的性格就是像那个色彩心理学那种就是偏橙色和红色的 就是小太阳 好第四个问题 那有没有比较你讨厌的性格中讨厌的部分 非常嫌弃的部分 我觉得我过去是有的 我过去可能会对一些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会对有一些人没有办法say no 然后我会觉得没有办法say no的自己很奇怪 然后逐渐的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发生了 我现在已经可以非常OK的来来handle这种这种这种局面 所以我觉得就就还好 对 好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你最讨厌自己外表的哪个部分有没有 有吧 蝴蝶就是手臂上的坠肉 就这么明确吗 对 OK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 别人身上有没有什么特点 你会比较讨厌 就讨厌特别傲慢的人吧 就是不可一世傲慢 就很像那个傲慢与偏见里面 男主角在还没有被你主角彻底认识的情况下 对于男主角的那个印象 我特别讨厌身边的人身上有这个特质吧 好的明白 第七个问题可能比较广泛一点 你最厌恶什么 可以很具象也可以很抽象 厌恶 我之前特别厌恶模糊 就是暧昧模糊和混沌 就是比如说我工作里非常喜欢 事情都紧紧一条 按照时间节点推进 然后回答别人的问题都回答是或者否 然后答应的事情要做到 那个喜欢不喜欢就直说 然后能不能在一起 OK 对 就是之前我是这样的人喜欢 就非常明确的 我喜欢就是飞黑几百 零和一这种关系 但是我逐渐的现在开始就对这些也OK 因为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可能都是难的吧 就是生活不是选择题 不是飞黑几百的选择题 而很多时候都是填空和问答题 然后我在答几道题的时候 能写上几个字 反映我一些想法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困难的了 你不要过高的奢求 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是或者否 这个是对人过高的要求 OK 那意思就是原来比较厌恶这种 现在可能会缓和一点 对吧 对对 OK 第八个问题 你最恐惧是什么 哇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变的 我当初做职业选择之前 就有一天跟我爸妈聊天 聊到痛哭流息 我跟他们说 我特别怕我死了的时候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人记得住我 没有人认为我有任何的影响 帮助我存在过 然后记住我 对 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也 对这个事情也缓和了很多 因为我 我现在的感受其实就是 我活到至今为止 我已经对一些事情做出了改变 然后在一些人的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且帮助了一些人 自己也有一些作品 得到了很深刻的快乐 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恐惧了 OK 明白 好 第九个问题 在现在世界上活着的人当中 有没有谁 你会比较仰慕或者欣赏 嗯 呃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去年和前年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我没有偶像 然后我会觉得自己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你都没有偶像 爱懂 欣赏 强烈的欣赏 强烈的 嗯 然后我一直没有 直到 直到去年 其实直到那个2019年的冬天 嗯 我开始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仰慕的对象 是白鸽罗伊 OK 对 就是他 他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纪录片中 取在中国上映 我之前模模糊糊的记得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是作曲的 嗯 然后很厉害 我我我那天看了他的纪录片就觉得我被戳中了被击中了 我被他俘获了那种感觉 对他在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 然后他的心怀天下的伟案 然后还有他呃儒雅的外表和待人接物的方式让我觉得是完美的 然后我后来就疯狂的听他的作品 看他的自传 我在今年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最紧张的早期 然后我那时候自己一直在生病 嗯 我其实是通过不停的看他的书和听他的音乐 还要做冥想来帮助自己 调整的 活下去 对 对 是这样的 然后我那时候看他的那个自传就会觉得我更爱他了 就是他自传也就是非常生动 会讲他小时候喜欢篮球 然后他跟他跟音乐的这个若即若离的关系 嗯 然后还有他是如何去看待社会问题 他又怎么的希望自己呃能够对社会对国家或者对人民呃 呃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帮助 他又在怎么思考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特别迷人 嗯 然后我也因为他那个纪录片里就是有一句话嘛 就是说呃你你以为你这辈子还能看多少次月亮 其实只有几次了最多不到二十次 原话可能可能类似是这样讲的吧 就是这个确实确实是看到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就痛哭流涕 我就差哇的一种哭出来了 因为因为太太打动我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一直是属于一个非常呃极端极端悲观的极观乐观主义者 嗯 就是我会好矛盾 就是极极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就是我会把事情想到最差 嗯 结局想到最差 然后在预想到最差的结局的时候 做着最乐观的努力 最用力的生活 嗯 然后呃 在在我听到他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被击中了 就是这个跟我自己的生活哲学真的特别的一致 然后我觉得自己被被理解 然后我找到了共鸣 然后并且我会继续坚信这个原则的生活下去 对 OK 哇刚才那个问题也也也也也让我突然给 思考起来 对思考起来 对就是 嗯 真的很少就认真的去看月亮 就是 对 啊 对 我上一次看月亮是什么时候啊 对 对 是的 是的 然后就就是这种生活哲学吧 就是比如说 其实我在几年前有听到过一个朋友 他是 他是 他那个职业和工作叫什么 叫coach 就是 人生教育 他就应该是 对 然后他就会跟人说你要 跟他的学生说 你要认真的看待你手上的这颗橘子 然后你要让自己去品尝 每一半裹肉 他的味道 然后你要用带着爱的呼吸去闻他 然后你才能去真正的享受这个橘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对这句话其实觉得 哇 好做作 好虚啊 这都在讲什么啊 好奇怪啊 什么活吗 嗯 我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然后在去年我听了这个 就看到这个纪录片和二十四月亮这段话 真的就是我觉得心心灵里面 非常深的一个角落里的小门打开了 嗯 嗯 然后我在在在这之后就是就是经历了疫情嘛 然后我我发烧低烧了一个月 嗯 然后一直没好 然后自己非常封闭的生活 自己一个人非常封闭的生活 然后那段时间还有每天就鼓励自己 吃水果吃蔬菜喝热水 锻炼身体 就一遍一遍的鼓励自己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是在 嗯 经历一种感觉 就是当天看了这个纪录片的我 走来这个时空拥抱现在的我 给自己力量 是这个感觉 然后在那天之后呢 我我就开始 嗯 就是就是就从从 也不是某一天具体的一天的 也没有具体某一天的节点吧 反正就是在那个时间里 我就开始非常认真的享受食物 然后我那段时间就经常会发朋友圈说 哎我吃了一盒蓝莓 然后我发现每一颗蓝莓的味道 真的是不一样 口感 甜度 韧性 密度 都不一样 包括皮肤 就是蓝莓皮肤的那个光滑程度也不一样 嗯 然后我吃一盒龙眼 每一颗龙眼也不一样 嗯 嗯 一个整个橘子的每一半果肉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那个紧致程度 和多汁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在那个时段就是那段跟生病 跟疾病抗争 并且特别努力的生活 就是比之前的努力的尺度 还要 还要那个有张力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我真的就觉得非常感谢版本龙一 然后我真的就是我对它的仰慕 在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能量 OK 明白 嗯 这段话我要重新可能要再听好几遍 消化一下 OK 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 谁或者什么东西会是你一生的斥爱 你会一直爱下去的 嗯 我 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这个人吧 然后这个什么 我大概觉得会是和设计相关的事情 嗯 和设计相关的事情 OK 对 就是画画做设计 嗯 OK 明白 好 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 何时何地的你是最幸福的 就是人生到目前为止 或者将来你会想 何时何地 你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 一种状态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的阅历和经验 不断被覆盖的 被兼容的过程 嗯 嗯 我觉得可能 我希望我未来是一直是属于一个 没有最幸福 只有更幸福的 阶段 然后现在回头看 我认为幸福的瞬间 可能有几个吧 就是2019年的四五月份 我去东南亚一个国家过泼水街 嗯 然后在在那段时间 我觉得特别幸福 嗯 其中一个最最让我幸福的瞬间是 呃 那个时候是我们朋友们几个人吧 开着一辆皮卡 然后我在那个车斗里面 然后就是戴着草帽穿着吊带 嗯 然后在大街上就是我们就站在那个车斗里面 相当于在大街上过 游街 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我就 呃 我就会直接挥手跟当地人打招呼 嗯 say hi 然后说一起玩 嗯 然后他们就会把水往我身上泼 然后没有国家和地狱的差别 人们就就是互相泼水 嗯 打招呼 say bye 然后互相的去 比如说他们会有一种白色的像洗衣粉那样的涂料涂在你的脸上 意思是给你祝福 嗯 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在车上吞一些水再回泼给路人 就在那天我又特别心疼 就是我非常享受这种 呃 人和人全部都混沌的在一起 大家都共享快乐 呃 虽然我不太听懂大家说话 大家也不太听不懂你说话 人们也不是那么的互相认识 但是这个快乐非常非常非常的 能够兼容所有人的情绪 嗯 对 但那天我甚至有一点脑嗨就觉得说哇世界大同 哈哈哈哈 有一点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那时候我也跟我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嘛 就是那种快乐 安全感和幸福感 是一个小的巅峰的状态 对 嗯 然后我甚至 现在就开始思考说我甚至很想每一年都跟我的好朋友们去内联过泼水节 我觉得这个泼水节给我的快乐比国内过年要更强烈一些 嗯 它成为一种精神活动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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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由温暖然后快乐 嗯 嗯 明白 OK好下一个问题第十二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嗯 你最想拥有哪种天赋或者超能力 嗯 嗯 我觉得还是还是设计和美学的理解吧 而且我觉得我是有这种天赋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再给我多加一些 再加强一点 把贝多芬摁在我头上 把打分析摁在我的脑袋里 OK 好下一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 嗯 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特质 就是男性做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 有没有什么特质会让你比较 喜欢 欣赏 嗯 我看没有特别明确 就认真就就是特别有魅力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 嗯 对 我觉得女性也一样 OK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女性 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 还有什么特质会比较新 对 我就觉得人 人吧 人和那个动物的区别 其实就在于 我能不能控制住自己 然后有自我的意识 都是去让 在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 想要交付和实现的东西 达到一个可控范围内的最高品质 其实就是认真 对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如果认真就特别有美丽 就可能就是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对于置信念来讲 心里的一个 对 一个 价值观 好的 第十五个问题 你最看重朋友身上的什么特点 或者说 这个人身上有哪些特点 会让你非常想和他交朋友 交朋友 成为朋友 对 我的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跟上面的特别像 就比如说 我其实特别看重 就是朋友在某一些方面 特别优秀 或者是高于我 那么他其实在某一方面特别优秀 其实也是因为他认真造成的 就比如说 可能我们不是完全相同的行业 就比如他就是做金融 或者做房地产等等吧 就跟我八个拿不着 但是他特别认真的 把他这个职业做得很好 然后 对 我就觉得这个人挺棒的 OK 明白 好 下一个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 对于你来说 什么是最奢侈的 或者说 你做过的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 它也可以是很具象的 也可以是很抽象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 就我其实是理性和感性 都具备的人 但是我会觉得我在很多时候 会更加的要求理性去控制感性 就比如说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你要非常有目的性的做事情 很好的规划时间 然后努力的去实现结果 当然了你也要享受这个过程 那比如说 对于我来讲 就是我一直其实属于一个相对紧绷的状态 就是希望事情都朝着好的方向 然后去得好的结果 对 那么对我来说 其实是有一次有一朋友跟我说 说你能不能去 在某一段时间里不去想你的目标 你的人生要有意义 你要让这段过程有它的价值 你就让自己飘在水面上 或者怎样的去虚度一段时光 去好好浪费一段时间 或者去浪费一段感情和一个人相爱 你能不能这样尝试的去过一段时间呢 那个朋友跟我讲完这段话 我觉得也是击中我的 因为我之前确实没有能够设想过这样的生活 然后我后来就开始有一些 很奢侈的选择 比如说我正是因为这句话 我那个时候硕士退学选择创业 然后对创业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 然后后来比如说我 可能会在非常紧张的时间里 就要求自己说好放下 先放下这些 去好好地休个假 在休假这段时间里 不要去想工作的事情 然后不要去强迫自己要回信息 要让这段时间有结果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种心情下 其实是过去修了好几个特别好的假期 对这几个假期对我来说其实挺奢侈的 就倒不是说他花多少钱 而是说他在那个我的心智上是一种 努力让自己达到尽可能自由的状态 然后让那段时间就成为 好好地被浪费的时间 就比如说漫无目的地行走 然后不加思索地朝一个方向去探索 就在街上瞎广就打 然后可能也不说什么话 不听什么歌曲 不看什么书 就是让感官飘在那个空中 悬浮地飘在那个空中 去体会吧 然后这个体会我也不要求太有什么意义 对这个就很奢侈 就这种状态是比较奢侈对你来说 对对对因为因为我真的属于 一直属于跟我跟我妈的关系导致的 因为我妈是一个特别处理论的人 要求目标结果过程好好的规划 我其实受她影响特别大 所以就哪怕是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 或者我自己出去玩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说 你要写一个攻略 反馈心得思索思考 对然后就然后她就会带给我 就不能放松的玩一玩吗 对对对对对 如果我不写我就会因为我不写有负罪吧 如果我写我就会因为这个包袱而累 对所以其实是就是人生什么时候 能处于一种阶段性的漫无目的的闲逛 我觉得她就是一种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奢侈 对 OK 好下一个问题第十七个问题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最被高估了的 别人都觉得很重要 但是你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是勤劳吧 OK 比如说 对这个其实也是这几年的思考吧 就是我在去年 我在18年的时候读了一个读了一个课程 参加一个课程 就是斯坦福在北大的迷你MBA的课程 然后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蛮奢侈的 就是是一个我自己其实不去想 不去非常明确的去想这段时间 到底能够带给我的可感知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挺好的 享受这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你去思考说 就是努力 就是勤劳和方向 这两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结合 就是就有了一个结论吧 就是真的是说你勤劳的 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其实是最损失惨重的战争 就是在没想清楚的情况下 对你就不停的朝 用一种自我感动的方式 在做勤劳的事情 真的非常的 令人觉得是自我感动 对 就是我在那个时间之后 就是对这个感受还挺深刻的 就是觉得 当然不是说要完美主义到说 我不想清楚 我就不去执行和实验 对 但是绝对不能做 只勤劳 但是方向很可能是错的 这种自我感动的事情 对 你刚才说这句话 突然让我想起 好像应该之前是德鲁克 就那个管理大师 管理学大师说过一句话 他就说 大意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以最高的效率 在错误的方向上 用最高的效率做事情 大概就是这个事情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对 对 OK 好 下面一个问题 第十八个问题 哪种苦难或者痛苦 你认为是程度最浅的 这个问题 分别吧 分别 嗯 和什么人分别呢 和所有人分别吧 请回答普鲁斯特 由Markas Media制作出品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 我们推荐你在苹果Podcast订阅收听 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点击五星好评 并留下你想说的话 我们的节目 也会同步更新在Spotify 喜马拉雅 网语音乐 小宇宙等国内外主流音频平台 也欢迎你搜索 关注Markas的官方微博 或微信公众号 非常期待你对节目的反馈 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 来赞助支持指掌播客节目 合作联系 可发送邮件至helloatmarkastmedia.com 好 下一个问题 第十九个问题 历史上有没有哪些人物 你比较认同 他们的思想也好 他们的一些所作所为也好 吴泽天 我觉得就是 我从小就很喜欢吴泽天 和王熙凤 就是我后来 就是随着越来越长大 我会回避掉这两个 我最直接的心理的答案 因为每当我这么回答 别人就说 哇你好强势 哇你是一个 很奇怪的女性 想掌控一切的 对 然后后来我到现在就可能就觉得说 我不需要去回避我的答案吧 就我觉得吴泽天在政治和管理上的能力 真的是令男性女性都 叹为观止的 杰出 对 然后 我就在那个时代 真的他就像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他就像一个穿越过去的人 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穿越过去的人 但是他能那么厉害 然后 就是运筹帷幄 然后玩弄人心 同时又高效地实现自己的管理和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太厉害了 然后 无自卑也很精妙 就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 这个确实是 对 很厉害 对 没啥说的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 我觉得 女性或者 哪怕是一个男性能做到这个样子 都很不容易了 OK 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个问题 目前世界上活着的人当中 你有没有非常鄙视的人 他可以是具体的一个人 也可以是具体的一类人 都可以 不太有印象 但是你现在说完 我脑子里也飘过了一个人 就是那个 龙泉寺的学成法师 就是当年那个精神控制女学徒的那个和尚 对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特别 就是对于大众来说很通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就是很鄙视他是因为 嗯 就是道德太太败坏了 就是道德败坏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是你 如果说 你只是普通人 就是你只是在站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那么你摔了一跤 你的影响可能也就那样 你就对其他人不会有特别的影响 那他是一个被送到 就是被被被捧到山巅上的人 嗯 然后大家都以为你可以在心理学某种层面上 心理学上去帮助安抚一些人 嗯 然后你因为你在山顶 所以你可以帮助和辐射的人那么多 嗯 然后没有好好地去利用这个 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 然后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太太太差劲了 太奇怪了 对 嗯 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是的 嗯 OK 好 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就可以改变自己身上的一个地方 你想改变哪里 哎呀 好像没有特别严重的 就就让我不近视吧 哦 近视是吧 帮我省去了近视眼手术 因为我挺喜欢游泳和潜水的 然后我还想未来多尝试一些极限运动 嗯 但是近视就很很麻烦 然后做手术也觉得很可能会影响极限运动 嗯 对 是 好 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二个问题 什么场合下 你会撒谎 有点想不到 我不太撒谎 嗯 就是我曾经真的数过 就是有人说你一天会撒 就是就是一个统计学嘛 说人的一天会撒多少次谎 我真的数过 我撒不够的 我确实是无法完全用到这些份额 嗯 但是我设想我可能会在就是考虑别人感受的情况下撒谎 嗯 然后 对 但是事实上好像确实比较少见 因为我不是说我顾虑到你可能会因为我说这句话而不开心 嗯 我就撒谎偏约你 嗯 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这么说了你可能会这么看我 所以我撒谎 但是我也不是很care 就是其实就你怎么看我 我也不是很有所谓 就是在现在吧 之前我可能还挺介意的 OK好 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三个问题 哪些词语或者短语你在生活中经常使用 以至于使用过多了 你自己的意识也好 或者别人跟你说过的也好 嗯 我之前录播客的时候会说很多 然后 然后 对 就是很多人的口头传 嗯 OK 但是后来就就就就有有意识的控制自己可能就会少一些 嗯 OK 嗯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但是 但是 但是 转折一下 是我在对前几年很经常用的 呃 还有还有不是 不是 嗯 不是 然后在在在在我去读了那个课程 就是刚才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NBA的那个课程之后 呃 会有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反思 在那之后我会比较慎重的使用 就是以不是开头或者一旦是开 作为转折的句子 嗯 对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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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的 呃 那个怎么说 良好沟通 正向沟通 其实yes and 后来我就会努力的去这样表达 嗯 以及其实我本来可能就会还 因为对人有好奇心 所以其实 我虽然给人的感觉就是工作上的沟通 可能会有攻击性啊 但事实上就是我我跟人相处也还是相对来讲 不会那么的 让人觉得你是钢筋 或者你这么诈之我 很让人不舒服 对 不太常见 对 然后我后来就努力的去做改善 就有yes and的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嗯 嗯 对 好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四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想去哪里生活 啊 我想去东南亚 哈哈 热带是吗 对 有就是热带 沙滩 海岛 淡黄色的长裙 淡黄色的 哈哈 对对对对 那我真的很喜欢黄色 还有黄色的裙子 我真的有淡黄色的长裙 想去海岛 嗯 就小阳光灿烂的地方 对 嗯 OK 第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五个问题 有哪些名字 你很喜欢 人名也好 地名也好 什么产品名 品名 品牌名 我还挺喜欢茶派这个字的 我就是就是随机出现的 脑子里 茶派 这是一款饮料的名字 我还挺喜欢 哦 对对对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还喝过 对对对 嗯 然后 OK 类似吧 就是就是打破次元壁的那种 OK 好 下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嗯 演员 嗯 嗯 OK 为什么会是演员呢 因为演员可以体验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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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的人生吧 就是不同的人生 啊 不同的职业 啊 和 对 不同的情绪 喜怒哀乐 对 嗯 他们感觉可以活好几辈子的感觉 是吧 对对对 嗯 OK 下一个问题 第27个问题 你最喜欢的作家有哪些 嗯 我小时候看文学比较多 现在都不怎么看文学 现在看都特别 建筑 建筑 艺术 设计 对 对 就其实都是 讲事实的事情 嗯 然后 想到作家的话 就是 可能是汪曾奇 就是 嗯 就是小学的时候的那个 他写的那个 高油的鸭蛋 嗯 就这是一个把 把烟火气 和美好途径 和人世的那种淡淡的沧桑 都融合在 嗯 很短小的文章里的 这样的人 然后他的 他对于日常的描写里 是属于 诗中有画的 那种感觉 然后 他能带给我的感受 是我吃到鸭蛋了 那么我的 鸭蛋的这个画面里 就是画中有诗的 就是 很综合吧 他给我的感受 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伟大 就是在 在比如说文学啊 或者什么历史上 都那么伟大 但是他 就是 就是 他综合的这些的特质 让我觉得 呃 就是是那种 他会是我多年的 好朋友的这种感觉 嗯 嗯 然后烟火气 也可以让 人在很虚无的时候 感觉到 哇 还是要 好好活着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因为 很多时候 很多作家 就看着看着就 特别虚无 特别沮丧 嗯 怀疑人生的意义 对 这种其实我觉得 在我看来可能是 看山是山 看山不是山 和看山还是山里的 第一层 嗯 而的第二层 就是让你 觉得生活 已经不是生活了 但是我觉得 汪曾琪这种 就已经又回到了 看山还是山的 状态 对 然后 相同的可能就是 齐白石这种 画画小虾 嗯 画画那个 日常的东西 这样的画家 我最近也养一只虾 所以我就觉得 对 我看你 我说这个人 养的虫 我好奇怪 对 然后就觉得 他们俩就特别妙 对 养了虾以后 就觉得 哇哦 我也可以成为 齐白石 对 体会一下 不同的这个世界观的感觉 有一种 对 对 嗯 OK 好 在你看过的这些小说作品中 虚构作品中 嗯 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角色 或者是人物 他是你的这种英雄 给你带来很多力量 启发的人 嗯 我觉得是福尔摩斯吧 嗯 福尔摩斯 就比如说 哦 你这样讲 我觉得就 就很神奇 其实是多亏了 你这个问题 我才会能想到 他对我的帮助 比如说 我可能会觉得 嗯 我会 我会想要 嗯 特别认真仔细的去观察 生活和生活里的一切 哦 并且我享受这种快乐 OK 然后我会想要 从这些碎片里 去推理出一个 我没有看到的画面的 完整的画面的样子 我看到的是碎片 嗯 我要推理出一个整体 就特别神奇 然后包括好奇心 和那个对人的 就比如说 我可能会幻想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 形成这个样子 他有什么样的习惯 他会和什么样的人 发生什么样的对白 他又想去到哪里 对 这些其实都是 我觉得是 很有 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这些 其实我觉得是 从小 我从小就 我可能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把 我全集都看了好几遍了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对 就有这样的感觉 往上我小的时候 就会比如说 每天坐公交车 我就会 在一路上统计 穿黄色衣服的人 有多少 然后或者就是 去幻想几个 我在公交车上 见到的人 他接下来 下了公交车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和什么样的人对话 然后通过看他的衣服 什么的去揣测 他是什么职业的 什么性格 什么习惯 对 就跟自己玩 就特别 特别神奇 然后英雄 这个点其实是 因为刚才讲的很小 就他在我日常生活里 就是我觉得 我做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然后就觉得 在心里跟福尔摩斯 一起灰心一笑 另外他英雄的点 是在于 我觉得就是 他其实挺骄傲的 但是他又在 真的很努力地 守护着一些什么 然后他最后又真的 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 帮助了很多人 改变了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就 特别好 对 特别像 特别像是 我希望我的人生 在落幕的时候的样子 OK 那下一个问题是 现实生活中呢 有没有哪个人 是对你来说 是英雄般的存在 给你带来过 巨大的启发也好 这种动力也好 支持也好 有吗 感觉没有 启发的话 就是版本容易了 对 对 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 OK 好 那就到下一个问题 第三十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 最珍贵的财产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吧 就是我自己 对 就你自己这个人 对 大概我觉得就是 近几年就是 会 就是人经常会在一个 波动里面吧 情绪的波动里面 十二觉得 哇 我一文不值 十二觉得 我是宇宙的一切 对 就是在这个波动下面 对于我这个 极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来讲 就是 我常常会思考说 如果我现在 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 我还能怎么活下去 然后 十二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没有办法活下去 但是在下一秒 就会觉得说 我依靠着我自己 我在 特别破败的小城市门口 我 哪个卖煎饼果子 或者我就是 帮别人那个 怎么说 就是做最基础的 看上去很累的工作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我也做得好 我也可以忍受 我也可以坚持 然后我就还是可以 一点一点积累自己的财富 虽然这个财富 在最悲惨的情况下 可能就很少很少 很可怕 但是我对最极端的这种情况 也是觉得我活得下去的 那么 这个游泳气面对 非常不好的局面的 我自己 就是一个很珍贵的财富了 其实就很像 小时候看的那个 童话 一个童话叫 快乐王子 我不太记得 我是不是把两个故事 混在一起了 就是大概这个故事 就是讲说 我一个王子 他说 就他是一个非常 慈悲的人 他之前每天看到 穷困潦倒的人 悲惨的事情 他都会发自内心的感慨 天哪 这个事情如果放在我身上 我一定无法度过 无法忍受 无法坚持 他每天都在发出 这样的感慨 并且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 那些他认为悲惨的人 直到有一天 他自己真的就是 就是非常的惨 非常的非常的惨 就是爸爸破产了 然后家里的成宝被攻陷了 自己身无分文 还残废了 走 流落在街头 当时他所悲悲过的 一切的女人 所悲哀的事情 在他身上都发生了 这个时候 他仍然活下去了 他仍然 就是还是心里有爱的 然后他就说 原来我过得去了 对 然后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 这是很小的时候看的 然后我后来就一直 就是 就是 就是自己在 非常非常丧的时候 觉得已经 丧到谷底的时候 好像也会想到这句话 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到真的 面对的那天 我一定过得去的 这就是我对自己的 信仰 嗯 OK 好 这故事感觉 嗯 听完之后很有力量 嗯 很鸡汤 是不是 对 但是 你也不能否认鸡汤 很有道理 对 在某个人的特殊时期 真的会对他产生 一个很大的支持 力量 对 对 对 嗯 OK 下一个问题 第三是一个问题 你认为 你自己人生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成就 是什么 嗯 我觉得都还挺有成就感的 比如说 创业这几年 我们积累的 在圈内的影响力 然后还有 我其实是 切切实实 积累了好几百个 很棒的 在某方面有 有很长的积累的 朋友 嗯 然后大家应该也是 发的内心的 喜欢我的 然后我也可以给这些人 和 呃 和我在北京 认识的这些朋友 带来一些帮助的吧 就是 就是我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 这些事情 其实就让我对他 听过成就完了 对 OK 对 明白 好 第三十二个问题 如果你死了 可以转世成为一个人 或者物 你想成为什么 你第一选择 还是想做人吧 再再活一辈子 嗯 嗯 然后如果不能做人的话 想 想做鱼 因为我真的 好喜欢游泳和潜水 还有 海底 对 OK 对 海底非常非常好奇 但是是人的话 我就觉得 我下去觉得好可怕 虽然说 如果成为一个 非常没有力量的鱼 真的如果被吃掉了 有可能也看不到什么风景 也挺惨的 对啊 嗯 嗯 OK 下面一个问题 第三十三个问题 人生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比较后悔 或者遗憾的事情 就高中没有好好学 学习吧 对 OK 好 第三十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一句 人生的座右铭 嗯 好像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这道题 pass掉 没有 嗯 OK 第三十五个问题 也是标准的 普鲁斯特问卷的 最后一个问题 嗯 你想如何死去 嗯 就 这问题就很具体的话 比如说我是如何厌弃的 我 我希望是安乐死 就是 就是 没有什么痛苦的思绪 对 我特别希望 如果说我真的是很严重的病 真的治不了 你就快点让我死掉好了 我不要再花很多钱 让我经受很多折磨 然后让家人在旁边痛苦流体 这种时间就越短越好 对 然后 然后 那比如说 这是一个什么阶段下我死掉 我会觉得很 很理想的 那我大概觉得就是 是一个 我其实已经能够带给很多人帮助和影响 然后 比如说我的葬礼会有很多发自内心的觉得喜欢我的 然后被我帮助到的人过来现场 那么他们在现场也不仅仅是为我哀悼吧 就如果说在现场他们又会觉得说 又获得了一些力量 影响 或者帮助 对啊 我就会更开心 OK 嗯 好的 那么现在王志同学就回答完了标准的 Prostor问卷的所有35个问题 那么在节目结束前 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 还有一个随机问题 好呀 嗯 让我想一下 好 可不可以推荐一本你今年看过的比较好的书 然后再看一下 现在是48分 能不能再看一下你播放列表里 最近播放的第八首歌 书的话 嗯 就是今年印象特别深刻的 其实是赖声川的创意学 啊 对 我听说那本书没看过 嗯 对 它里面就讲赖声川的那个创意金字塔吧 其实这种书都不会真正的带给你任何实际的 实际的帮助 就是说 就与世产生家的创意 但这本书看完就觉得挺好的 挺开心 就是有一种说 我可以被激发 就是此刻的我 嗯 我相信我以后会有更好的作品 就这种感觉就很幸福 对 他就是他没有再把创作艺术 这种事情就 就是说因为我做的好 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神坛上 让你觉得遥不可及 让你觉得你离我 还有十万八千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就就让人觉得 就是大事真的是千倍的 然后大事也在努力地去鼓励所有人 就对了就对了 也在努力地去鼓励所有人 都对了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